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沙比里预料将于今五四十左右入宫竞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因此国会将有可能在近期宣布解散 伊斯迈沙比里近日的动向备受关注 根据马兴社报道 首相在今五十二十三十分左右抵达财政部出席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汇报会 当今大马则引述消息 指伊斯迈随后会于下午四十三十分入宫竞见元首 尽管首相早前声明他是配合周五举行的内阁会议 而依惯例于前一天竞见元首先行汇报 但各界议策首相免不了会向国家元首建议解散国会 据马来西亚前风暴报道 一些媒体人员今早九十起已驻守在国家王宫大门外 另一方面 元首今早在安邦出席应对水灾及灾难准备工作汇报会 陛下在这项闭门汇报会 聆听相关机构所展开的准备工作 为应对我国预料 从今年十一月中迎来东北季后风至明年三月期间 可能发生的状况 陛下在汇报会结束后 参观国家水灾预测及警报中心 陛下昨天也在王宫接见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 进行有关经济调查和2023年裁案简报会 随着内阁成员透露 他们接获清空办公室的指令后 国盟十二名内阁部长致函国家元首 反对在今年内大选 今日大马报道称 这封至期10月3日的姓韩是由12名来自土团党 及一党的部长所签署 这也表明内阁在解散国会仪式上存在分歧 根据报道 国家王宫是于昨日接获上述姓韩 姓中援引大马气象局的预测称 我国将在未来几周内迎来季后风 如果我国议会在不久的将来解散 大选可能会在与季时举行 这期间有可能发生水灾 另外 部长们也认为 在新冠疫情逐步缓解后 应专注于经济复苏 根据现有内阁部长名单 当中有9名来自土团党 另有三人为一党部长 当中包括 阿兹敏 莫哈莫拉兹 韩查赛努丁 穆斯达法 阿都拉迪夫 利纳哈伦 罗纳建迪 塞夫丁 阿莫法伊扎 伊德利斯阿莫 端伊布拉兴 达基尤丁 发动喜来灯 政变主要人物之一的阿兹敏认为 国会不应该在现在解散 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指出 本身希望要求解散国会的行为 不会在近期内成真 他说 虽然国家经济 已经开始复苏 但他认为 应该 再给一些时间 让国家经济 更稳定 可以为国家带来 更正面的影响时 才探讨解散国会 林冠英在附加提问时指出 有指本日的国会 是本届国会最后一次会议 部长要如何确保新政府 将执行现任政府在该协定上 已经批准的所有事宜 对此 阿兹敏表示 本身相信国盟能够在大选胜出 并继续执政 他们将继续落实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他说 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可为国家及人民 带来利益 因此 即便现在 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新任政府 应该对国家及人民负责 继续执行该协定 以便能够应对国家 所面对的挑战 在阿兹敏公开表示 不希望国会 在近期解散后 来自反对党的 国会议员即称 他真难忍 值得一提的是 当阿兹敏说 他有信心国盟 在第15届大选后 将成为下一届政府 这番谈话 却引来在野党议员的嘲笑 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强调 如果国家元首认为 首相伊斯麦莎比里没有得到 整个内阁的同意 这意味着首相 可能无法如愿实现 解散国会的目的 目前最引人关注的 是首相是否有权在未经 所有内阁同意的情况下 要求解散国会 那他本人 亦有意解散国会 他说 土团党和一党的多位部长 已经公开表示 对首相准备 近日解散国会的决定 持反对票 他表示 这表明首相 在未经整个内阁同意的情况下 要求援手解散国会 陆赵福表示 首相早些时候 已向媒体解释 明天六日 敬见元首 纯粹是普通见面 他说 至于近日国会 是否将解散 没人能准确回答 包括首相拿督 斯里伊斯麦莎比里本人 他指出 他首相 若想解散国会 目前能做的 就是敬见元首 向元首提出 解散国会的劝告 依据联邦宪法 首相有权力 向元首作出劝告 并提出 解散国会的要求 为最终决定权 是在元首的手中 而元首有权不接受 解散国会要求 特别是任期 尚未超过五年 大马银行 前董事经理谢德光 共称 他在2011年 前往纳吉家时 也遇见大马 在逃富商刘特佐 作为1MTB案 第39名控方证人的谢德光 昨日接受辩方律师 丹斯里沙菲 一交叉盘问时说 2011年1月 他前往纳吉住家 向对方索取 开设尾号 为694账户所需的签名时 是由一支车队 到他住家附近 接他前往 当车辆来接我时 还有其他两三辆车 我和司机在一辆车里 其他车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我抵达那里 纳吉住家 我看见刘特佐 在另一台车中 谢德光说 他接着就进入屋子 之后 独自进入一个房间 其他人 则去另一个地方 刘特佐 在纳吉的住家 但我没和他说话 谢德光同意 沙菲一的说法 其他是独自 与纳吉会面 此外 谢德光共称 他在2011年以前 对刘特佐所知甚少 且对方并非 大马银行的客户 我不知道他刘特佐 当时扮演的角色 谢德光指他 曾与刘特佐 一起吃午餐 但不清楚 有关餐具 是否是由于精品所安排